就像言语的爱上。 大家好,我是林业老师。 今天,我们上第八课。 今天是星期一,今天是几号呢? 九月七号。 今天我们学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学一个平常在说话的时候, 经常要用到的一个句式。 因为,所以, 还有一个比较书面化的,和它几乎是一样的词,是由于所以。 由于,所以,因为,所以。 用的时候是怎么用的呢? 因为,后面要跟一个原因, 然后,所以,后面要跟一个结果。 我们举例来说。 因为,我饿了。 所以,怎么样? 吃多了。 多吃一点。 当我们在餐馆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个句子。 说。 因为,今天我饿了。 所以,多吃一点。 这就是口语。 当我们在餐馆的时候,会用到。 口语。 如果,我们说。 如果,我们说。 关于天气,口语时,也会说。 因为,太冷了。 因为,太冷了。 怎么样了。 所以,我多穿一面。 啊,这里。 由于,所以和它都。 好。 我们给它们画一点。 距离出来。 好吧。 因为,太冷了。 怎么样了。 所以,我多穿一面。 比如,今天,你看老师。 这是在秋天,还是秋老虎的时候。 老师就已经穿上了外套。 这样,很暖和的样子。 因为,这个时候的天气,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总体来说,是感觉比较冷。 西方的人和东方的人身体对天气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当东方的人还穿两件衣服的时候, 西方的人都已经穿短袖T恤了。 这就是区别。 因为,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会说到,关于天气。 然后,导致的是衣着多穿一点。 当我们在餐馆的时候,我们会说到,我饿了,因为我饿了,所以我多吃一点。 这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句式。 因为,所以。 因为,所以。 为什么老师又特意说了一个由于,所以。 这个句式用在我们的书面语。 比如,你想写一个请假条给你的老师。 我们的书面语。 你说,由于。 我生病了。 我生病了。 所以,怎么样啊? 不能去。 书面语。 上课。 书面语。 就是我们在一张纸上,或者是在电脑的email, 在写一个正式的文章,或者小的实用性的文本的时候,用到的语言,就是书面语。 由于我生病了,所以不能去上课。 当然,你也可以说,因为我生病了,所以不能去上课。 但是,因为我生病了。 这样的句子,就说明你是在用口语说话。 它显得不那么正实,不那么尊重书面,有书面语。 我生病了,所以不能去上课。 这种形式就是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 我们还可以说,由因为天冷了,这样的句子变成书面语的话,是由于。 天冷了是书面语。 气候原因就是,天冷了是口语。老师说错了。 而书面语就是,气候原因。 而我饿了,就是口语。我饿了,那么书面语呢? 就是饥饿。 饿了。 看,同样一个饿是一样的,但是在表述起来,使用起来,确实不一样的。 口语,我饿了。 口语,我饿了。 书面语,饥饿。 由于饥饿,所以全球每年很多很多的人死亡。 这就是书面语,在说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情。 而这个是比较生活中轻松常见的。 我们在餐馆里,或者我们下课回到家,工作后回到家,对家人说,我饿了,我饿了。 我今天可以多吃一点。 因为我饿了,所以今天我要多吃一点。 这就是在家里的口语。 我们使用的口语,和朋友在餐馆,我们使用的口语。 在教室里和同学沟通时,我们也使用的口语。 当我们要写成书面的一份严肃的,合法的,合理的文章的时候,我们就用的是书面语。 写一份请假条,或者是给公司的领导,老板写一份请假条。 就会说,由于我生病了,所以不能去上课。 或者是当叙述一件关于气候的文章,就用由于气候原因,所以全球的天气状况极其恶劣。 所以全球每年死亡的人数不计其数。 它都属于一种书面语。 好的,这个有一点点难度,但是我就想用这样两个经常用的原因结果的连词。 我们通常说话用到的连词,有时候这个所以不用说出来。 因为我饿了,我想多吃一点。 这个所以不用说出来,也可以。 但是书面语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句式。 它表达了一种逻辑上的因果关系的叙述。 我们必须把它写完整。 由于什么什么,所以什么什么。 这个就是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 好的,今天我们就学了这样一个我们在口语和书面语中会经常用到的一个因果关系的连词。 经常会用到这样的句式。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内容。 之后我还会给大家附上文字版的详细的PPT。 同样还会有林彦老师朗读的一篇非常非常优美的散文。 希望用优美的汉语引起您对汉语学习的极大的兴趣。 如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记得在评论区给林彦老师留言。 同时,如果您对林彦老师的课感兴趣,比较认可,一定不要忘了。 在视频的右下角,给林彦老师一个订阅。 好的,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好,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每天的下午时光,我都会进行一次漫长的散步。 在河边平塔,开阔的草地上一直向东面走。 大约七八公里后,就到了河风差的地方。 那里的河水,又宽又浅,流速很急。 河中央握着一块又一块雪白的大石头。 水流在石头缝隙间,冲起团团浪花。 你是风雨化作风雨。